欢迎收看GC2.0 我是高文英 知名的美食家徐天龄 在一个晚上他吃了18道的饮食 结果心脏吃出问题了 装了4根的心脏支架 不过他开始做饮食调整 上周开始吃素了 以前说被吃生菜加拉斯 你逼我的 我会讲说我不是羊来做反击 现在他的青菜比例会拉高到一半 而且减少红肉减少饭量 他多喝水 同时一天步行8000步 要靠的是断油糖多吃菜 21天瘦10公斤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国际间 非常知名的养生专家 国际间崩塌叫做香草奶奶 他在全亚洲盖了一座 非常大的香草秘密花园 为什么会独中香草 另外他自己养鸡 他的鸡吃的就是有机香草 他还自己做低鸡精 今天我们会提到的是 要预防肌少症 那么要多吃蛋白质 就是要补充多吃好的鸡肉 锁定这一集 欢迎今天的来宾群 上楼梯的时候 好脚先上 因为上楼梯的时候 主要出力的脚会是上面这只要出力 坏脚下的时候 真正在支撑的脚是上面的好脚 它需要处理 所以下楼的时候 我们坏脚下 幸福 你有讲的有件事情叫 独乐乐不落重乐乐吗 真的吗 我还给你一个 色泽就是亮的 它的亮的 透明亮的 肉只不会有一种肉这样 柴柴的 柴柴 完全不柴 白的很奇怪的白 好 这个是美食家徐天玲他的职栽 怎么回事 有一个晚上 天玲哥您吃了18道的美食 你吃了什么东西 我其实那时候就是刚好出第一本美食书的时候 然后那个出版社跟我讲说还差一个章节 所以我就说好 我今天晚上交卷 然后那我就是下午5点半 然后就到那个宁夏夜市 然后从那个双连站出口 开始一路两边这样扫 扫到宁夏夜市 再直的扫完再扫横的 所以一共吃了18摊 然后18摊就是完全都吃完 你桌上的这么多的菜色 是你以前最喜欢吃的东西 就常常会吃 但以前就是你知道小时候 就长辈都说 你如果吃东西剩 或是不吃完以后下地狱的时候就要吃扑 然后所以我就想说 那与其吃扑不如现在赶快吃一吃好了 所以就会都把它吃完 以前很爱喝这个林卡可乐 一天喝到三瓶 结果是出问题了 2009年装了三根心脏支架 2017年再补一根 对 因为其实那个09年的时候是我那时候当 我是在2005年开始当部落客 然后就开始写东西 那因为出道比较晚 所以我这个人就还蛮认真的 就想说我要努力追 人家一天吃三餐 我一天吃九餐 然后我可以写 所以我就可以写九篇文章 然后所以后来就三年的时间 就因为吃太多 所以就是所有的体检的报告 就从蓝色变成红色 哇 对 然后就突然间不舒服 然后就装了三根 以前被逼吃生菜沙拉 你会说我不是一样 用这句话去反击 就小时候不爱吃青菜 然后那就是尤其是特别爱吃肥肉 然后所以就我觉得人会改变 就是你的身体会告诉你 然后就是慢慢年纪大了 不用人家逼你 就是现在出来吃饭 大概就是至少二分之一是青菜 二分之一是青菜 减少红肉减少饭量 平常多喝水 一天不行八千步 你有一张手版是我们制作人准备的 这个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大概是2014 13年的时候 这张还不是最肥的时候 这张是大概105公斤 去北海道 然后那个在北海道是去 人家去那个什么 那个湖啊 就是那个观光景点 都是去用矿泉水接阳堤山的矿泉水 然后我们是真的走到阳堤山的那个火口湖 然后走一那个导游在我们走一圈 走一圈我那个粉红色T恤啊 整个变成红色 就出汗出到已经变成这样 所以其实胖子运动起来其实还蛮辛苦的 而且会一直喘气 所以你现在算是瘦身成功 因为你21天瘦10公斤 对对那个时候就从109.5然后瘦到88吧 苏青要提醒说其实瘦的人也是会中风也是会心梗的 没错真的 像Kim哥是因为这个职业伤害嘛 可是有些人是因为错误的观念的伤害 比如说大家想说李炳慧觉得他这么瘦 那应该心血管很健康嘛 答案不是 他先前就说呢 他其实呢觉得自己瘦不会中风 所以他最爱吃的叫猪脚 结果后来没想到他真的中风了 所以他就把猪脚改了名字叫做中风咖 不是豬咖 对 我想他是瘦 另外一个也同样是瘦 不知道他们的印象 其实他的伙伴金门王 金门王49岁的时候因为心肌梗塞过世 大家如果印象他也是个非常瘦的人 你刚才说你走那个阳堤山上全身都是汗 他只走四层楼梯 因为心血管不好 他走的当时电梯故障 他想说去电台还用走的 走的四层楼梯不舒服就心肌梗塞过世了 然后无药汗也是 他甚至当时除了心脏血管 因为出了问题所以做三拆手术之外 连带也影响他的肾脏健康 他的后期因为肾衰竭 他的肾战功能不到十分嘛 所以他必须后来开始就是 俗称的洗肌豆 就是不抹透析 他一天要洗四次 到后来甚至有一天他跟他儿子说 我真的不想活了你知道吗 幸好他儿子跟他说 爸不要这样 你就做你最擅长的事好不好 他说什么事 就是活着啊 然后两个虽然是一种很开玩笑式的打气 幸好有儿子滋生 不过最后他还是因为其他原因过世了 所以真的不要看体型 有时候你不良的生活习惯 不良的饮食就是心血管风险 好有请今天的权威邱振宏院长 下一张电视场今天要讲小心心梗 为什么可能就只差那么一步了 这个有甲状腺抗禁的妈妈 睡觉的时候她胸门心肌 而且被痛醒 最后诊断出是心血管痉挛 对我们刚刚说 不是瘦子才会得心肌梗塞 对不对 其实这边要再加一个 不是只有男生才会心肌梗塞 女性 女性也容易得心肌梗塞 但是女性得心肌梗塞跟我们男性的肌转不太一样 什么叫心肌梗塞 就是你的心血管堵塞住或者狭窄 导致心肌缺氧坏死了 所以你就会有心肌梗塞的症状 但是在女性这边反而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就是她不一定要有好像东西堵住 她是因为血管痉软 就是很像抽筋的那种感觉 就是血管整个抽筋缩起来 缩起来也会导致怎么样 血液流不过去 所以也会导致心肌梗塞的这个问题 但是这种心肌梗塞跟一般男性的那种心肌梗塞 发作的时间点 发作的状态不太一样 女性朋友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如果你在休息睡觉的时候 睡着了或者在清晨要起床的时候 发现你有胸闷胸痛 或者是开始有那种发冷 然后会呼吸困难 如果有这样的症状况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心肌血管痉软所导致的心肌梗塞 那这种状况一般的心肌导管检查做不出来 要怎么样 要用一种诱发型的让心肌 心肌血管有缩缩的这样的症状的发作的时候 才可以检查出是不是有心血管症状 导致的心肌梗塞非常重要 那么它的特征就是它发作的时候 不会像一般心肌梗塞这样 血压升高心跳加快 没有 它反而是血压下降心跳减缓 那么发作耗发年龄也是一样 中年人或者年纪大一点 女性比较会发作 那治疗当然就是用消化甘油 或者钙离子阻断来治疗 好那这边要再讲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刚刚讲说心血管堵塞 就是因为你吃的动物性 饱和脂肪太多 胆固醇太高 对不对 那女性的这种心血管的这种心肌 就是所谓心血管 症状的心肌梗塞的 常常是因为压力大 情绪不稳 或者是气温变化大 或者血压不动大 生活作息 这些问题所导致的 所以大家也要特别注意 好谢谢院长的说明 他听到抒压了 那当然请教的是 天明哥来 你推荐 以国旅来讲 在台湾推荐哪个地方 我觉得花莲很棒 好山好水 好交通也好方便 所以在花莲的部分 湿的部分 由你来推荐 我看到这个什么 苦瓜蜂 萝卜蜂 高丽菜蜂 对 这家很厉害 他其实 我自己去花莲的时候 我其实有点惊艳这一家 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 中型的餐馆 然后但是他很多的菜色 还蛮美味的 像这个苦瓜蜂 高丽菜蜂跟这个萝卜蜂 他是用客家的这个蜂的做法 然后用这种蔬菜 把它做出来这道菜 然后他还有那个 腊肠跟肝肠 那这个东西通常是 广式的东西 他居然可以做的 跟在香港吃的味道 一模一样 然后那第二个是那个 花莲的那个 吉安黄昏市场里面 有一个卖鸡肉的摊子 那我之所以跟这家店结缘 是因为有一次我们去参观的时候 然后碰到有一个当地原住民大姐 然后那个非常热情 他就拿了一袋 那个卤过在熏的鸡屁股 然后就说来来来 吃屁股补屁股 见者有份 然后就每一个人都请吃一个屁股 然后我就吃了一个屁股 就觉得哇 这屁股也太好吃了吧 然后就 后来就爱上这一位 然后去呢 我就买一些鸡肉 然后那跟他的鸡屁股 就是用热饭 然后放在上头 然后就是变成一个凤尾盖饭 就这样吃 不过听说你最推荐的是叫 花莲的玉奶鸡 对 这个玉奶鸡呢 就是我第一次去这个度假旅馆 吃饭的时候 然后吃到这个玉奶鸡 就觉得 哇 它的鸡的品种 它在餐台上有很多 可是唯独都很不错 然后叫这个玉奶鸡就觉得 哇 吃完就立刻 鸡皮疙瘩都起来 就觉得哇 有好多的联想出现 就觉得这个东西 一定要来做一个什么 冷冻包啊 这样子回台北 才可以继续吃到 对对对 然后很好吃 观众朋友们吧 全亚洲最大的 香草秘密花园 搬进摄影棚 就在这个背景上 也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影春丑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你好 嗨 吴音音 还有我们聚焦2.0的观众 好朋友们 大家好 好 香草奶奶 好 天灵哥来过这个地方 东京董事长来介绍 这么大的这个香草花园 今天特别做了一个背板 好漂亮 所以董事长你说 进去这个花园 是要光脚吗 其实我们这个迷宫 最重要的就是 全部都是种植香草 其实香草 以我们这 就是整个园区来说 都是有机的 爱这块土地 敬爱这块土地 所以进到这里面来之前 必须要先把脚洗干净 先洗脚 它是一个洗礼 对我们最快的 我们讲的香草 是上天给我们人类 最好的礼物 对我们的健康 对我们的环境 尤其在整个环境 我们的环境里面 都是有机的 加上荒香分子 所以产生了对撞以后 它带给我们的 所谓的空气的福利值 是加成效应的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香草 一年我们大概有 100种香草 但是每一季 大概30 40种香草 所以每一季看到 都会在迷宫里面去更换 所以在迷宫最大的设计 是什么叫迷宫 就是你进去走 你可能一下走不出来 真的 它是走旋转又旋转 我上次去的时候 早上就看到很多住客 都在那边走 然后我想说 那我也去走走看 然后我下去走的时候 就因为它那个迷宫 有高有低 然后那个香味 其实还蛮多的 你在里面走的时候 就跟着人群这样 其实也不用怕 因为我其实我本身有幽闭症 然后我如果看不到方向的时候 我其实会紧张 因为人很多 你就跟着人走就对了 您香草奶奶为什么独钟香草 就是爱香草 其实应该跟我学 医护背景有关系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就接触很多所谓的精油 那精油都是从国外进来的 那台湾那时候是没有人种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台湾能够有 也不需要到国外去买 或者是进口进来 可能也不知道是真来假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好转型 农场的转型 就选择了 我们觉得要 在市场上要区隔 那我想台湾没有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区隔 就是一个独特性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心血 请教了很多专家 所以我们引进了国外的香草 那我们引进了大概 这几年当中 初期的几年 大概有500种 在台湾成功 到目前为止 也差不多100种 所以我们今天把香草一个一个搬进 从花莲搬到台北 好美喔 香草奶奶把我们剪下一小段 所以它是应该先如何去 其实我们在剪香草 有两个很重要的 我们讲到技术好了 假设我要种植 就是剪下大概是我们的 一般来说 剪到比较重要的地方来剪 然后它可以把它下面 直接拨下三公分的地方 你直接让我们拍 剪下去你就可以繁殖 剩下 就可以活下来 就可以活下来 而且是迷迭香 这迷迭香特别好种 剪下来 拿下来这个香草 我们可以直接 放到像这盆就是迷迭香 这就是迷迭香 就迷迭香 这边我们再讲五觉 第一个我们看到它的视觉 还有触觉 先触觉 再摸 然后再嗅觉 再嗅 然后再品尝叫味觉 所以这个是五觉 就是一种疗愈 对健康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刚才剪下来的 我们这直接的香草 就这一株 你不管你要闻 还是要搓 你搓完以后 你的手都会觉得悠悠 所以里面是含有很高的 所以天灵哥觉得味道如何 油脂 好清香 就感觉好像在做SPA的感觉 你知道有时候去做SPA 你趴的时候 他们比较讲究 就是它先会 精油上到手上以后 就是你趴在那边 它从前面 让你先闻 然后让你深呼吸 这感觉就一模一样 就自己戳到手上以后 自己一身呼吸 我们就觉得 你看眼前就是 仿佛在做一个芳疗 但现场是好大好大一片 是 我们总共有八千瓶 八千瓶的香草原 所以也种了几十种香草 像这个米点香 这个就是 特别介绍 现在特别介绍 这是兴殷草 兴殷草兔宝宝宝吧 仔细看 兔宝宝就是西班牙 兴殷 它长得像兔宝宝 有没有 它耳朵长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西班牙 这个就是我头上的这一株 对不对 对 薰衣草 这么棒 竟然上在你的头上 薰衣草在哪 对 薰衣草在这里 对 所以它近看 这个不能搓了吧 这个 没有 它搓都在搓叶子 搓叶子 搓叶子 一样的 你还是把它搓一下 你看跟刚才的米点香 是不一样的 对 文一文味道 搓一搓 仿佛那个精油的味道 都跑出来了 其实 已经有了 泡好的有些人 因为它是干燥的 对 可是你会闻到它的味道 它有另外一个叫草香味 对 所以我们草香味把它再加到这一个 就是你泡好的 加重它的香味就对了 完全不一样 哇 会感觉更自然 更天香的感觉 那我们加一点 好 加一点 加一点 直接就加进去 直接就可以加 等于是茶包之外 另外再把刚刚 剪下来的香草给夹进去 夹墙袋 你还加了一个薄荷 我还建议可以再把它加进去 滚搭就对了 它会更又不同 因为这个柠檬香风 它又多了柠檬的味道 来 天理哥拿起来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就是这一壶超美的香草茶 好棒喔 因为现在压力都很大 所以营养师我们需要放松 香草可以帮忙吗 当然可以啦 譬如说薰衣草事实上在医学研究方面 它对我对抗焦虑 甚至一些如果情绪比较荡的时候 事实上薰衣草是有帮助的 然后迷迭香呢 在很多的医学文献已经证实 是对我们的记忆力有帮助 但是呢 我今天特别要提到一个叫做香蜂草 刚才尹董有讲到香蜂草 很多研究告诉我 如果说你有小话不良 或是胃肠比较不适的话呢 在国外很多研究都建议我们能够吃 喝香蜂草 其实是有帮助的 那这个刚刚好是有香蜂草 所以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啊 终于瘴气啊 不舒服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香草茶 是对我是蛮有帮助的 有一位妈妈在慢跑之后 竟然跑出了足底筋膜炎 姿势不对吗 对因为妈妈在家就是只能原地跑 她没有办法向我们在户外跑 那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正常的步态 我们一般我们看红色这只脚 应该是脚跟先着地 然后呢脚板会放平 再来支撑的这个红色的脚呢 它会做一个足弓推进的动作 那这个一定要有一个空间才能够进行 可是我们通常在家原地跑 它就是踮着脚这样跑 所以跑着跑着呢 我们小腿肚的肌肉长期的收缩 就造成了足底筋膜炎 那早上起来脚跟就很痛 那所以建议大家尽量 如果外在环境可以控制的话 还是出去在外面跑会比较好一点 那另外呢我们在户外常常会遇到一个环境是 这个楼梯 对那我们很多长辈 我们看到因为他膝盖不舒服啊 或是腰椎酸痛 常常走楼梯大家会看到这样子摆一下 对 摆一下 对 摆一下 那就很危险 那变成说老人家下楼梯也会发生这件事就是 摆一下 摆一下 好 其实这个是因为他上下楼的方法错误 那我会建议大家长辈或是说你脚跟膝盖有受伤 需要这样上下楼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口诀叫 好人上天堂坏人下地狱 哦也就是好脚上坏脚下 好那上楼梯的时候好脚先上 因为上楼梯的时候 主要出力的脚会是上面这只要出力 好所以上楼梯的时候就是好脚上 那坏脚就跟好脚上坏脚跟 那老人家因为他们是他们是用坏脚 他就没有办法 这就是错误的 对所以记得好人上天堂 好好人上天堂 好人上天堂 再来坏脚下就是坏人下地狱 下楼梯的时候坏脚先下是比较安全的 因为为什么加我们这次坏脚 坏脚下的时候真正在支撑的脚是上面的好脚 他需要处理 所以下楼的时候我们坏脚下 一格一格下 这样就非常安全 好院长今天再一次提醒 长辈千万要预防肌少症 肌少症到底是什么就是他的肌肉量不足 那有个案是肌肉量不足结果又染疫了 这更容易会命丧肺炎 你看新冠肺炎每五位当中有三位出现长达大约六个月的肌肉武力 或者是疲劳倦怠 就是陷入了肌少症的风险 因为都没有运动 也没有走出户外去晒太阳 肌少症主要三个原因 一个是营养摄取不足 第二个就是没有运动 第三个是慢性病造成的 所以营养是一个第一个关卡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知道蛋白质有分结构蛋白跟功能蛋白 像我们的肌肉这个就是结构蛋白 但是我们的免疫系统那个就是功能蛋白 当你蛋白质摄取不足的时候 它一定是先什么 先耗损你的构造蛋白 构造蛋白一直在耗损的时候 耗到后来就会耗到免疫的功能蛋白 所以你看肌肉流失如果达到10%的时候 你的一些白血球 抗体一些淋巴球就开始怎么样 功能不足了 这个时候你的免疫就开始下降 感染的几率就大增 这第一点 那么如果肌肉继续流失到20%的时候 你的复原能力就不好了 像我们云董刚刚有讲到说 颈部开刀 为什么它会复原那么快 因为它有补充蛋白质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继续流失到30%的时候 你连起来走路都没办法了 刚加这个运动你做不来了 为什么没有肌肉的力量 关节都撑不住 你怎么运动 那如果继续流失到40%的时候 死亡风险就会上升了 我们今天有讲到心肌梗塞对不对 心脏的肌肉也是蛋白质 如果你蛋白质不足 连心脏的跳动都减弱了 然后肺部 呼吸横隔膜都有影响 所以容易命上肺炎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补充优质蛋白质 这我们今天要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现在很多长辈他们不吃肉的 他变成说他只吃素 所以很多医生担心说不行 你长辈你更是要吃蛋白质 你应该要吃到鸡肉 这要如何吃来补充蛋白质 对 鸡肉像云朵这边 有一种叫什么 自由放养的鸡 我觉得比我还快乐 我都没有办法自由放养 有一种说法说 鸡越快乐肉质就越好 氨基酸的含量就越高 所以大家就要选择 这种优质的鸡肉来吃鸡肉 来补鸡肉这是最重要的 把脚摆成弓箭布 好 那吸气 脊椎是一种长高的感觉 好 手一手上一手下 好 吐气 先把脊椎慢慢的 往这只脚的方向侧弯 好 这个70岁的妈妈 她因为都没有在运动 所以她的腰椎 三四五节滑透 以手术固定 说后还是没有动 所以其实她脊椎也开始退化 我们请治医老师来讲 她的情况怎么回事 这是她的S光片 那大家可以看这个是 这是间椎 然后这是腰椎 五四三二一 那她的下面三节 已经都滑脱 往前滑脱 所以已经做了手术固定 那可是呢 开始最近 这是她的上面一节第二节 这是 她你看剩下肩细 已经剩0.6公分 那上其他正常的 都还有0.9公分 所以明显的 你虽然已经做了固定 可是如果你缺乏运动的话 它上面那一节的负担 会变得更多 因为你还是得动嘛 所以它会退化的更快 那其实我们真正要运动的话 我们要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 我们就要建立 我们这个核心 整个腹部 这些肌肉的稳定 譬如说呢 我们这个是横格的呼吸 还有我们骨盆底肌 还有呢 我们竖脊肌肌 还有我们最重要的腹部 这一块的腹痕肌的运动 今天教两周椅子护脊肤 非常实用 我们今天分享一个 第一个运动 就是让你的全部的脊椎 都可以做一个 比较少去动的方向 那这个叫坐姿美人鱼 丹麦有个美人鱼 是盘腿的 对 对那因为长辈呢 髋关节比较没有办法 像这样子盘腿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找一个椅子 好那我们坐稳了以后 把脚摆成弓箭布 好那吸气哦 脊椎是一种长高的感觉 好手一手上一手下 好吐气 先把脊椎慢慢的 往这只脚的方向 侧弯 那记得我们看一下侧面 背勤打平哦 不要拖背的做 打平以后做侧弯 好吸气 吐气侧弯 这个时候呢 我们同时可以拉到 鼠膝部跟髋关节这边的肌肉 好然后换边记得哦 吸气 好吐气换边 两边都做 两边都做 那记得也要换脚哦 那这个对于平常 你常常盘腿做啊 脊椎有歪斜的 也很适合做这个运动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 坐骨神经的问题 对 好那坐骨神经 因为我们会从这些 腰椎的后面长出来 所以在我们的后面 我们就利用椅背呢 也是做一个坐骨神经的伸展 那我们一样找个稳定的椅子 然后我们量好距离 让你的膝盖不会超过脚底板 然后手扶着椅背呢 我们把背打平 记得不要拖背哦 把背打平 屁股维持正位 好 然后吸气 吐气的时候呢 我们原地把屁股拉 把屁股维持正位 以后把膝盖打直 这个时候 你可以感觉你的两个膝盖后面 酸酸紧紧的就对了 那停在这边 10秒钟 好 停了10秒以后再放松 好 吸气 吐气 再把它拉直 好 来 吸气 吐气 再一次 可以做3到5次哦 预防肌小症 就是要补充蛋白质 就是要吃好的鸡肉 不过香草妈妈 引董事长 你为什么会想要去养 这个花絮豆鸡母 整个农场好多哦 而且都是非常好的鸡汁 我要先讲 我看到那一段画面 导播可以让我们看 就是好多好多鸡汁 它叫跳跃鸡 它会自己跳上去 跳上去吃那个苹果 吃那个高丽菜 甚至它吃的 您说不是一般的饲料 吃的是有机香草哦 其实羊这只鸡 应该是回到2016年 我们去了解全世界都知道 很多的鸡都是打很多抗生素 还有很多的生长基础 所以可以养出一个最健康的鸡 最安心的鸡 所以我们就找农卫会合作了 总共研究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三年 就是研究这个鸡 能不能取代抗生素 第二阶段研究出这个鸡 它这个鸡肉本身不能有油 当时很多专家 农卫会的几个博士 英董尼让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哪一只鸡没有油 都是会有油 我说因为香草可以转换 从油变成汁 让一只鸡肉 怎么煮都不会柴 保有它的 所谓的很juicy的汁 然后第二 完全没有油 然后也不能有胆负醇 然后养殖的过程 就是用我们很重要的 独家的香草的配方 所以它吃的就是有机香草 有机香草 吃有机香草长大的 也在住有机香草的环境 那么它必须工作 所以我们称它为工作鸡 就是所谓工作就是 每天它要到香草园去 吃香草以外 它要去松土 表现很好的 那就是进到第二阶 下午喝下午茶 这就是它们的下午茶 所以它过得很惬意 它工作 然后也可以喝下午茶 是 所以每一只鸡都很健康 每一只鸡都很快乐 每一只鸡 尤其是我们是豆鸡母 因为它的血统很重要 我们要养一只鸡 真正好的鸡 是在于它的血统 那血统我们特别选择 农合会特别选择 就是豆鸡 那豆鸡呢 我们一把豆鸡爷爷 跟豆鸡妈妈 然后加上土鸡 应该是豆鸡跟土鸡 花絮的土鸡 结婚了 生了我们这个鸡的 爸爸跟妈妈 所以它的血统 是有好几代 养成了这一只 没有油 然后又很糾息 又很健康 肌肉质 我们在讲白肉 最健康的白肉 其实白肉对人体是最健康的 所以它这么好的鸡 它下的蛋一定是最好的 是 现场我们还布置了鸡 我就在董事长旁边 这就是 真的好可爱 我们的鸡 在我们叫 我们的这个鸡的 它属于它的家 所以它们家里面 我们分了三个区 一个就是鸡 其实在下蛋的时候 是很害羞的 它不是像公主一样 我们给它一个环境 然后在很好的一个香草房里面 代产 代产也有胜出最棒的这个鸡肉 哇 仔细看 这个鸡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颗 哪一颗 不一样 哪一颗比较好 这个比较大 我要考的是素青 哪一个蛋会比较好 意思就是size的问题 小蛋好还是大蛋好 既然你这样问我一定要选小的 因为一般人都会选大的 对不对 我们从小考试长大 就知道一定要选不一样的答案 对不对 是不是小课比较厉害 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今天这颗小 最小的一颗鸡蛋 它是出生蛋 出生蛋 就是你在市面上 看不到这么小的鸡蛋 你看鸡蛋比较小 大概就是这样 市面上最小大概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鸡很清楚 我们鸡都叫软带型的鸡 所以它是最珍贵的 每一只鸡叫做 我们讲的醋米蛋 就叫做出生蛋 第一次生的蛋 第一次生的蛋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是从每一只鸡 从下蛋开始 鸡妈妈要吃香草 吃完以后要孵出小鸡以后 它还要经过很多过程的健康管理 其实我们人要健康管理 我们的鸡也是健康管理 所以它真的很小 就是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它有多小 就是大概五五五 三公分 就是眼睛这样 真的很小很珍贵 所以它是最好的蛋 肉鸡就是长这样 特别的漂亮 它的鸡罐很高很红 尾巴是黑的 然后很长 整个是花亮的 就是它的整个鸡 这是它模型 模型是一比一吗 所以 这么小字的鸡 所以 斗鸡就是在我们整个环境里面 你看天灵哥 它已经在打蛋了 真的 我觉得这个鸡蛋 跟一般的鸡蛋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其实完全没有腥味 因为有时候鸡蛋 其实会有一个蛋腥味在 对对对 然后那通常我们 比如说我们去住饭店的时候 如果你吃它的自助早餐 然后那通常蛋台上 师傅都会帮你准备煎蛋 炒蛋 跟蛋包 可是很少很少的饭店 会有这个白煮蛋 因为白煮蛋 它其实很挑战 就是除了在日本的话 有一些餐厅会有 但一般的饭店里面 其实是没有白煮蛋这个项目 因为它吃起来 几乎就是完全没有那个腥味 我看你在播我好想吃 真的 而且你知道 我上一次第一次吃到的时候 我超感动 因为我家小时候我们有养鸡 那个就 那个感觉就像自己家的鸡 就是孵出来的蛋 然后你去拿 它刚生下来 你拿了一个 然后煮好以后 吃的那个鲜活的味道 就觉得真是太棒了 我想要看一下 咬一口里面的蛋黄 到底是长什么 哇 鲜黄 鲜黄的 它会香 对 软磷脂会很多 会香 口磅的香气 而且我们这颗蛋都经过检测 它的软磷脂 是一般蛋的2.7倍 不好幸福 你有记者有件事 你叫独乐乐不落 独乐乐吗 真的吗 来 给你一颗 好 这是好的鸡汁 好的蛋 来 董事长 我们前进 现一帮养师 好 营养师要推荐的叫做 佛头碗 也叫佛头饭 里面要加上好的鸡肉 太诱人了 好 那为什么要叫佛头饭呢 就是我其实觉得 现在我们在饮食方面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 一定要反普归真 然后碳足机越少越好 我们要吃当地 在地的食物 所以我都会推广佛头碗 佛头碗总共有四个概念 一个就是我们私生菜 第二个就是汆烫的蔬菜 汆烫蔬菜 我们选择花莲的三宝 其中譬如说有龙栖菜之类的 然后汆烫的蔬菜 为什么蔬菜要汆烫呢 因为蔬菜里面 它含有一个东西叫做草酸 草酸比较高 如果说我们汆烫之后 能够去掉草酸 再来我们的蔬菜里面 最好能够加什么 加我们花莲的 所谓的很好的苦茶油 油脂的话 它里面所谓叶黄素 才能被吸收 再来呢 如果说我们的蛋白质来源的话 当然是第一名是鸡肉 而且是鸡胸肉 那我们的鸡胸肉 有一定选择我们这边的鸡肉 就是特别 这边鸡肉的特色 就是低脂肪 低胆固醇 高蛋白 高胶原蛋白 所以其实对我们健康 是最有帮助的 然后呢 我们的饭呢 我们特别呢 是选择糙米饭 那我们糙米饭呢 里面呢 还有加其他的 譬如说 事实上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黑米 其实或是说鸡脉 其实对我们健康 更有帮助 这个鸡肉就真的很棒 这一定要介绍一下 那它是单吃还是混搭 因为有些人叫它吃素 它吃不管 所以呢 我们就是说 我们可以额外加一个 就是鸡肉 那因为这边的鸡肉 是特别痒的 所以呢 它也是痒 脂肪含量很低 胆固醇含量很低 如果说你有三高的人 其实就不用担心 其实我们饭店 因为今年很荣厚 国际的GETS的认证 所以我们大力推动 这个所谓的绿色餐食 刚刚的佛陀饭 就是我们的绿色餐食 当然绿色里面的肉 白肉就是绿色的白肉 所以这个白肉里面 我们特殊刚刚也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养殖过程 对 它是全部吃香草 不能打任何 是香草的鸡肉 所以你看它皮下 第一个它的肉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而且完全没有油 亮亮的 它完全皮底下都没有油 它的色泽就是亮的 它的亮的 透明亮 肉质不会有一种肉这样 柴柴的 柴柴 完全不柴 白得很奇怪的 所以我们这个肉 看起来就是 它是非常健康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 豆鸡母的品种 对 那煮熟的肉 照片亮亮 我们可以看到 它每一只骨头 完全是百分之百的 没有空隙 对 这个骨头 我们在很多鸡都可以看到 它是空隙的 那这只鸡呢 因为特殊 它吃我们的特殊的 香草配方 而且它是吃新菜水果 对 一起长大的 所以它的品质 肉质特别不一样 也是我们常常在讲 刚才 汁 而且很Q弹 又不彩 是最好的选择 这芋头真的好香 因为台湾其实芋头的 产区有蛮多地方的 因为我觉得 我第一次那时候 在花莲吃到这个 花莲的小农的 这个有机的芋头 我觉得好不一样 我们知道喝鸡精 可以调养身体 那苏青你怎么去挑选鸡精 最近几年真的 低鸡精越来越流行 很多人都会用这样补养 可是我自己觉得 有三件事情要注意 我自己挑选原则 第一件事情就是 机支的来源要安全 因为你要知道 你机支来源的机场 它环境是不是干净的 它在饲养过程 这些药物的残留 是不是有检查 甚至它用什么东西饲养它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因为要补 一定要补健康 不要补出问题 所以来源 它的饲养环境 第二件事情 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品种也会影响它 水萃出来之后 这些氨基酸的组成或什么 我记得之前 有一个研究就发现 大家可能觉得 东西架啊 哪有不一样 有差别 之前有研究就发现 比如说以胶原蛋白来讲 像这个土积 它就会高于这些 包括一般的白肉积 或一般的蛋积 那甚至有一些 他就说 我特别去看现在流行的 某些氨基酸的成分 他就发现 连土积它有差异 比如说我黑鱼土积 跟红鱼我就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能要了解一下说 我的这个积的基种是什么 那有没有我需要的东西 那第三件事对我来说 也很重要 一般人可能不重视 我很重视 就是口味 试口性 因为我常常觉得以前有些人 就送我那个鸡精 然后我想说 你送别人好了 因为你如果喝得不开心 这有什么好东西 老实说你要送人 或你要叫小孩喝 或你要家里的长者喝 他不肯喝都没有用 所以喝起来要舒服 那个味道不会有腥味 然后很好喝 我觉得对我来讲也很重要 香草奶奶为什么说 很坚持你养的鸡 要养住五个月才能做鸡精呢 其实一个刚才有个 我先提的很好 鸡种 我们为了这个鸡精 特别跟农文会研究六年 就是为了这个鸡种 这鸡种就是我们现在是 也是一个最新的鸡种 因为新研究出来的 叫做我们讲的就是 花絮 它第一个它必须符合 它没有油的条件 而且它斗鸡的血统 它就必须要养到 五个半夜以上 它才叫做熟鸡 就是它才可以制作鸡精 所以它的条件是很严苛的 然后它从生下来的鸡的 品种的开始 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血统 都要跟着 它不是单一血统 它是混血的 因为斗鸡的斗性很强 完全斗鸡也不行 所以它必须有这个血统的混合 那混合以后是做到 我们现在要求最高的 它的鸡脂 是做我们想的 萃起鸡精最好的品种 胶原蛋白一定要很高 第二就是我们讲的 种子炼氨基水 它的高也非常高 它各种的成分 都具备最好的营养价值 好 我要请营养师来教了 如果好的鸡精 是要如何入菜做粥吗 对 其实很多可能长辈 因为牙口不好 但是又担心它营养不良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用低鸡精做粥 然后养胃也可以用低鸡精来做 那为什么要用低鸡精呢 因为低鸡精里面含脂炼氨基酸 脂炼氨基酸就是长成我们肌肉的 最主要的氨基酸 如果说我们吃够 所谓脂炼氨基酸之后 我们肌肉会比较好 会比较不会 就是我们的肌肉比较好 我们说吃肌肉长肌肉 就是肌肉比较好比较不会有肌少症 除此之外事实上 我们看这是好的低鸡精 我们看它颜色 好 来看鸡精的颜色 你看它是不是有点浓稠 对 颜色是不是很漂亮透亮 真的好的低鸡精就是这样子 颜色透亮 然后没有杂质 这才是好的低鸡精 好 那当然口味一定要好 OK 那因为事实上低鸡精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个叫做所谓的双健 双健生态健 那生态健呢 目前是认为是说 对我们肠道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我们 因为生态健呢 能够帮助我们肠道 变成完整性更好 等于是说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让我们免疫力会更好 如果长辈呢 早上能够喝着 所谓的用低鸡精做的粥之后呢 他的免疫力会更好 那不管是你上班族 或是任何的人都是一样 都是很棒的 那我们为了养胃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呢 是用的糙米饭跟白米 各混一半 那这是特别是养胃的 我们先把粥呢 就是糙米跟白米 熬成粥之后呢 OK 我们再把它混在一起 我们把低鸡精加进去就好啦 哇 好方便 就这样 你看是不是很漂亮 对 又好吃对不对 大家看到 有没有看到 可以加个蛋花吗 可以啊 就这样它的好期待 如果说我们今天 对 我们今天如果说已经有蛋 是在瓦斯鲁煮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个蛋花 那有时候我们就 比较忙的时候 没有办法加蛋花的时候 没关系 我们有时候加点青菜更健康 所以我们把蔬菜加进去 对 也是好的蔬菜 对 这碗真的超级营养的 这个对老人家非常好 低鸡精产菜 对小孩子非常好 对 那事实上呢 他等于是说马上就可以吸收他的氨基酸 我记得香草奶奶是不是有一次颈椎开刀 那个时候你就是自己调养这个低鸡精粥吗 你喝鸡精 是 因为我去年 去年刚好也满一年多 去年三月的时候 我刚好颈椎 因为长久姿势不好 所以赖教授就帮我动了一个手术 那因为他这个手术是很特别的 他连红盒都没有 所以因为是他的刀是从脖子这里 所以我根本没办法吃东西 那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吃 都不吃 所以我就靠了早晚我们这个基金 刚才提到的时候我们的秘房 就是去熬这个肘 然后很快的就很恢复 那我们教授也讲说 奇怪你恢复得很快啊 怎么那么好 我到现在恢复的伤口 根本没有讲 没有人知道我有开过道 完全没有 连刀疤都没有 接下来要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是 中国县主厨 主厨你好 好我们主厨要来讲 最前面的这个叫做无毒火锅 它有哪一些食材呢 我们结合我们当地的在地的小农的有机食材 一般我们的蔬菜呢 在小农我们都有跟他们去做 所以我们用了让大家吃的安心 想因为我们现在爱地球嘛 绿色蔬食 这个区块是蛮重要的 好 今天天灵哥要挑一道很难做的料理 这道料理叫做什么啊 它叫玉奶鸡 玉奶鸡为什么这么难做 因为其实你要第一个 要找到好的芋头不容易 然后鸡肉的品质也不容易 那有时候就是炖煮之后 比如说像你如果在做冷冻 或是冷藏以后再拿出来热的时候 味道就会变 然后那 那可是这个玉奶鸡很厉害 就第一次我吃到的时候啊 它完全是一个 我自己第一个念头就是 这太适合小朋友在带便当吃了 就是你知道在香港啊 他们小朋友有一个叫 树米斑块的一个菜 是小朋友的家常便当菜 可是我觉得台湾这个玉奶鸡啊 应该要变成小朋友的家常便当菜 因为它有散发出芋头本身的香味 跟有一个玉米的香味在 然后那配上鸡肉的健康 所以其实真的很适合 好 金脸名菜 主厨在等你了 现场挑战芋奶鸡的做法 好的 我们就是冲淡过的鸡肉 我们就直接下锅了 我们用很简单的食材 就可以做得很好吃 哇 杨老师它芋头的营养成分 好 我们先讲芋头 大家认为说芋头淀粉很多 其实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芋头里面含个叫做抗性淀粉 那抗性淀粉就是 我们吃完感觉它热量很高 其实因为抗性淀粉 让你完全没有办法完全吸收 所以它有一部分是没有被吸收的 事实上它热量是应该可以减分的 而且目前我们发觉 芋头里面还有个成分 还有抗癌的成分 对 跟以前不一样 那抗性淀粉有什么好处呢 事实上我们知道 我们肠道里面有好菌跟坏菌 当如果说我们有抗性淀粉时候 那抗性淀粉是适合 我们肠道好菌的生长 做出正在做 不过我们这个其实也有一道成品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它有一道谢谢营养师 帮我们端起来给观众朋友看 这个就是成品 玉奶鸡就是刚刚徐天玲讲的 经典名菜 那芋头真的好香 因为台湾其实芋头的产区 有蛮多地方的 我觉得我第一次那时候在花莲 吃到这个花莲的小农的 这个有机的芋头 我觉得好不一样 我刚刚后来听说 它其实这个种的芋头 就收成只能收到50% 然后就是它在过程中也消耗了很多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种植上小农的一种坚持 然后才让这个产品会变得这么好 素卿如何 芋头好吃之外这鸡也好吃 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对鸡肉 我的喜好很诡异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吃鸡腿 可是对我来说鸡腿太油 然后有时候吃了我会怕 可是人家说如果不油会不会太柴 它不会 它就是那个会Q弹 咬下去刚好会断 可是它那个香气会出来 而且完全不会 因为我真的很怕那个很多油 还有他们喜欢炸到药手不熟那种害怕 它没有 它就是熟透还是好吃 蜜蜜是什么 蜜蜜其实我们 蜜奶鸡里面就是很简单 我们就加个椰浆跟鲜奶油就好了 加少许的盐巴 一点点就可以了 增强心肺功能 治疗师说要练弹簧腿 什么是弹簧腿 弹簧腿 刚刚记得我们有看到正常的步态 我们最后有一个脚底板要足弓 有一个推进的动作 好 所以那个推进的动作 就是从我们的足弓小腿肚 到大腿到腹部 要做一个像弹簧拉紧再弹上来的动作 那还有就是在家里其实也可以做心肺运动 所以我们不出门也可以 那我们改良板就是我们找一个这个椅子 好 那记得第一个是弓箭步 正面弹簧腿 也就是半蹲 好 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扶着椅子比较安全 然后后面的腿 请把足底板踮起来 好 1 2 3 踢起来 1 2 3 好 那记得很多人在踢的时候呢 肚子都不会用力 都只用腿 对 拼命的踢 请大家记得刚刚那位阿姨她是不是滑脱 请大家把肚子收好 你就不会滑脱了 用肚子的力量带动足弓弹上来 所以 1 2 3 1 2 3 这个长辈可以 很安全 而且绝对不会受伤 好 这叫正面弹簧腿 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个侧面弹簧腿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走路除了往前进 它还会有一个侧面的重心移动 所以我们练一下侧面的弹簧腿 也可以帮忙你的侧面的臀肌 也做一个收缩好 那侧面跟刚刚一样的原理 脚颠出去 记得肚子收好 不要前傾 好 小腹捞起来 好 吸气 1 2 3 1 2 3 练侧面 1 2 3 其实蛮穿的 真的 好 希望大家在家里可以做这个 弹簧腿的运动 而且季老师你边做边讲 真的是不容易 但它为什么练到心肺 它核心也很强吗 对 我们刚刚有讲一个 腹部核心最重要的那个框框 在这里 刚才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肚子收起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 到肚子收起来 到肚子收起来